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水娱乐园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 爆甲战坨标准版的第三只陀螺 雪爆黄 右回旋发射器 这是一只冰属性平衡型的陀螺 平衡型和攻击型防御型又有哪些区别呢 我们一起拆包来看看吧 一把蓝色右回旋发射器 九级爆能 雪爆黄的防御战甲胜兽核心 将它们组合在一起 连接 平衡型陀螺的陀间和攻击型一样 会随着防御战甲的组装自动伸展出来 只不过伸展出来的金属陀间 要比攻击型的细很多 这种陀间设计因为它的触地面比较小 所以在对战的时候 稳定性肯定没有粗陀间的高 连接发射器 测试一下 攻击型陀螺神烟龙 防御型陀螺 疾风马 三种类型的陀螺在平地上旋转测试 能够看出晃动幅度最大的 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雪爆黄了 好 接下来对战测试 雪爆黄分别挑战疾风马 神烟龙 第一场对战攻击型陀螺神烟龙 挑战平衡型陀螺雪爆黄 经过小范围的碰撕试探 神烟龙能迫使雪爆黄暴槽 最终雪爆黄没能抵挡神烟龙的进攻 被击败 第二场对战 两只陀螺全部九级暴能发射 上场之后都表现得非常谨慎 不断地碰撞 试探攻击 对战逐渐进入尾声 碰撞频率也相对加快 居然同时爆甲 强力一击 看来两只陀螺都使用了避杀剂 最终还是神烟龙战胜了雪爆黄 接下来我们换疾风马挑战雪爆黄 雪爆黄上场就爆甲 疾风马爆甲 哇 这场对战太激烈了 雪爆黄爆甲之后 砲剑会变为攻击型砲剑 所以一直在攻击防御型的疾风马 可以预见最后的赢家 一定是雪爆黄了 第二场对战 雪爆黄采用了和上一场相同的战术 率先爆甲 疾风马相继爆甲 雪爆黄不断进攻 最终的胜利者应该还属于雪爆黄 战斗还在继续 战况好像会出现反转 好 还是雪爆黄战胜了疾风马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这期爆甲战斗标准版雪爆黄的分享视频就结束了 喜欢雪娱乐园记得点个关注 想参与每月粉丝玩具抽奖活动 用微信搜索雪娱乐园公众号 签到赚积分 还可以兑换你想要的玩具哦 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